好,第三节 组织论 首先第一个小课点 系统的目标和系统组织的关系 那么首先影响目标实现的因素 有三个 第一是组织 第二是人 第三是方法和工具 作为了解 其中组织是决定性的 那目标和组织什么关系 目标决定了组织 原文是这样说的 系统的目标决定了系统的组织 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先有目标的 有了目标再找组织 就像你先决定考建造师 这就是目标 然后报了培训班 这就是找到的组织 好,目标决定组织 而组织是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组织是决定了你 今年能不能通过一键考试的 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好,下面 目标控制的措施 有四个 组织技术管理和经济 其中组织措施 最重要 这个先了解一下就可以 下面我们看一下练习题 第一题 关于影响系统目标实现因素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组织是影响系统目标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组织影响你目标实现 是吧 A选项说法是正确的 你说培训机构 是影响着你今年能否通过建造师考试的 它是个决定性因素 当然啊 这句话呢 说的有点过分 我觉得决定性因素还是在大家 是吧 你有没有学 B选项 系统的组织决定了目标 应该是目标决定组织 B是错的 目标决定组织 C 增加人员数量一定有助于目标实现 是错的 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人多不好办事 是吧 越精简 没准 越有效果 D选项 生产方法与工具与目标无关 也是错的 正确选项就是A 第二题很简单 起决定性作用的 实现目标决定作用 应该是组织 正确选项是4D 好 第二个小考点 组织论 实际上我们第三节呢 把这个矿图看懂 基本上就搞定了 组织论讲的是什么 第一 组织结构模式 就是你们企业各个部门各个人员之间的层级关系 谁管谁 那么第二个组织分工 组织分工就是你们企业各个人员分别要干什么 它的职责是什么 包括两方面分工 工作任务分工 管理职能分工 第三方面工作流程 工作的流程就是工作先干什么 后干什么 是吧 分工之后你工作如何开展 比如说我们先织模板 再绑钢筋 再加混凝土 这就是一种流程 工作的流程 好 首先组织论三大块 你要知道 组织结构模式 组织分工和工作流程 其中组织结构模式和组织分工 是相对静态的组织关系 相对谁是静态的呢 相对流程 流程是动态的逻辑关系 好 这个点呢 去年也刚刚好掉 组织结构模式 组织分工是相对静态的 流程是动态的逻辑关系 那么我们组织结构模式呢 有三种职能线性和矩阵 我们分别看一看 职能组织结构模式 所谓职能 它是一种传统的组织结构模式 从古到今都在用 它的特点是什么 每一个职能部门 可根据它的管理职能 对其直接和非直接的家属部门 下达工作指令 比如说C5 只要比它大的领导 都能管到它 直接非直接的都可以管到它 因此每一个部门 可接到直接和非直接的 上级部门的工作指令 你看C5呢 早上来有可能会收到B1B2B3 三个领导的指令 所以它会有多个矛盾的指令员 这叫职能组织结构模式 大多企业现在还是用这种组织结构模式 领导有优越感 是不是 我当上官了 我就能指挥你 好 线性 第二种 从字面上看 就是一条线下来指挥 一条线 那它的特点是什么 每一个工作部门只能 对其直接的下属部门下达工作指令 每一个工作部门也只有一个直接的上级 注意 是下级只有一个上级 并不是上级只有一个下级 是吧 上级可能有多个下级 可能有多个下级 但是我们肯定是只有一个上级 所以呢 只有一个上级 它就只有唯一的指令员 但是它的缺点也明显 在一个特大的组织系统中指令路径会很长 譬如说从司令 从司令 它的指令一直传到班长 那么指令路径就过长 这个组织结构模式太大 这是线性 大家注意 在组织结构模式中 矩形矿表达的是人员或者工作部门 用单向界线表达指令关系 谁管谁 单向界线表达指令关系 那么最具有考点的矩阵组织结构模式 所谓矩阵就是纵向横向两个方向 从名字上就告诉我们 它会有两个指令员 纵向一个 横向一个 那么纵向横向也矛盾呢 比如说在A图中 如果甲在这里会收到S1Y1的指令 如果S1Y1都是虚线 说明指令强度相同 那么由A来协调 A叫最高指挥者 该组织的最高指挥者来决策 为了减轻A的协调工作量 我们可以采用以纵向或者横向指令为主的模式 比如说B图 B图X1纵向化的是实现 就是以X1指令为主 实现的指令强度更强 那如果在C图呢 假在这里就听 Y1的以实现指令为主 就不用A来协调了 好 这是矩阵 矩阵组织结构模式 你要知道 它是个脚心型的 传统的那是职能 是吧 矩阵就是新型的 适用于大型的组织结构模式 大型的组织系统 好 下面组织分工 组织结构模式研究完 看分工 分工包括两方面 谁干活 谁管理 谁干活就是工作任务分工 那谁管理呢 就是管理职能分工 比如说我们项目部 项目部 老大是项目经理 下面呢会安排 生产经理 项目经理的主要负责 喝酒协调 是吧 生产经理就比较苦逼 干的都是项目经理的活 除了喝酒 那组织生产 都是生产经理的事 然后还有技术经理 叫技术负责人 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还有管质量的 另外呢 可能还有管安全的 管成本 是吧 首先我们 现在画这个简图呢 就可以认为是一个组织结构图 那么 如果生产经理 下面管着各个队长 各个队组 是吧 包工头 对一 对二 对三 包括各种施工员 是吧 那么 画出的图 叫组织结构图 每个人 具有什么样的管理责任 或者工作任务呢 你看 有管生产的 有管技术的 有管质量 这就叫管理职能分工 某个人负责管 一塌活 那么 对一 我安排你去织模板 对二 我安排你去绑钢筋 对三 我安排你去干什么活 交注混凝图 这就叫工作任务分工 分工包括两方面 管理职能和工作任务分工 好 那我们先看 无论哪一样分工 无论哪一样分工 都是组织设计文件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研究的是组织论 而且管理职能分工 工作任务分工 分工步骤都一样 首先对任务进行分解 看看有哪些活 是吧 你就像我们有质量管理的任务 有技术管理的任务 有生产管理的任务 所以会配 生产经理 技术经理 质量负责人 是吧 那下面第二部分工之后 分解之后进行分工 定义项目经理 主管人员或部门的工作任务 分配给具体的人 第三步 编分工表 好 这里呢 考排序 另外 大家注意 对于工作任务分工 每一个工作任务 至少有一个主办 主办是至少有一个 而协办配合呢 就是需要安排 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注意至少这个词 下面管理职能分工 管理职能分工主要指的是管理工作 有个很重要的考点 管理的环节 管理环节 第一种方法 考排序 比如说我们发现进度慢了 提出这个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领导要研究 怎么把进度赶回来呀 就是筹划 是吧 提出几种赶进度的方案 并对方案进行比较 这是筹划 筹划好了 交给领导 让领导选择一个方案 选择方案就是决策 好 做好决策 下面落实方案就叫执行 那执行以后 我们还要跟踪检查 看看进度是否能赶回来 是吧 最后一步叫检查 第一个要求会排序 第二个要求考例子 比如说问你对几个方案进行比较 属于哪个环节 应该是筹划 另外几句话需要我们知道的 每个参与方都要编制各自的分工表 业主编自己的 设计编自己的 施工编自己的 各自编各自的 还有句话就是 使用管理职能分工表 不足以明确每个工作部门的管理职能师 可一复以管理职能分工描述书 因为表格还是比较粗略的内容 书写的就详尽 我们国家对于这里呢 用的是岗位责任制 在国企的肯定 大多都听过 岗位责任制 在这个岗位 你有什么样的管理责任 他呢 更粗略 他是最粗略的 相对于管理职能分工表 都粗略很多 管理职能分工表 相对于管理职能描述书 又粗略一些 要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并不完全一致 最粗略的是 岗位责任制 七次是表 最后是书 好 下面工作流程组织 工作流程就是工作 先干什么 后干什么 是吧 他包括管理工作的流程 物质流 信息流 那么考试呢 90%以上会考管理工作流 管理工作流包括什么呢 刚刚我们看了个进度慢了 如何敢进度 管理的环节 进度控制 这个环节 就是管理工作 那么投资有偏差 进行纠偏也一样 是吧 考试呢 后面这个例子指导下 付款和设计变更 这付款 它的流程是什么呢 承包人 报给监利 监利审核期天 报给发包人 发包人审核期天 应该是签付款证书 是吧 然后14天内付款 这就是付款的流程 叫管理工作流程 它是一个管理工作 设计变更 假如说承包人提出来 承包人报给监利 监利报给发包人 发包人报给设计院 设计院下达变更通知 变更通知 然后监利下达变更指令 这就是设计变更的流程 是吧 当然设计变更 设计变更这个流程呢 有可能就是发包人提出来的 发包人提出来就跟承包人监利 没什么事的 发包人直接找设计院 是吧 设计院下达变更通知 监利下达变更指令 好 哪些是管理工作流程 要知道 后面的信息流与数据处理有关 物质流是具体的设计 采购施工工作 比如刚刚老板说的 芝麻板绑钢筋交混凝土 它就属于物质流 具体的设计 采购施工工作 考试呢 应该也不会考 考呢 也就是作为干扰项 好 我们看一下练习题 这里题目还蛮多的 第一题 关于组织论 及组织工具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管理职能分工 反映一种动态的组织 关系 分工和组织结构模式 都是相对 静态的 A错误 B选项 工作流程图 反映工作间 静态的 流程明显是 动态的逻辑 是吧 动态逻辑关系 C 组织结构模式 和组织分工 是一种相对静态的 主观 正确 正确选项就是C D选项就是胡说八道了 是吧 组织结构模式 反映的是指令关系 但是是部门或者人员之间的指令关系 是什么分工之间的指令关系 是吧 这完全就是思维混乱 才能编出这样的干扰项 也不容易 好第二题 关于工作任务分工和管理职能分工的说法 正确的有 A 管理职能 是由管理过程的多个工作环节组成 正确 首先提问 然后筹划决策执行检查 五个环节要会排序 提出问题筹划决策执行检查 好 B选项 在一个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应是具体情况对工作任务分工进行调整 我们后面会讲到 整本教材的核心管理方法就是动态管理 所谓动态管理就是 有变化就要调整 是吧 那B选项说法是正确的 它符合我们动态管理的理论 一定是在实时过程中 逐步完善 逐步调整 C选项 项目职能分工表 既可以用于项目管理 也可以用于企业管理 C选项呢 我个人认为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如果不敢选 可以不选 因为我们教材原文是 职能分工表既可以用于项目管理 也可以用于企业管理 是吧 职能分工表 因为在企业层面 我们做个职能分工表 肯定要考虑到项目部如何去配置 但是这里他说项目职能分工表 既可以用项目 也可以用企业 本身有点不严计 但是呢 参考早些年考过的题目 他说法应该是对的 早些年呢 如果他不对 没得选 是吧 第一选项 项目各参与方应编制统一的分工表 错了 各方编 各方的 是吧 第一选项明显错误 第一选项 编制任务分工表前 要对管理工作任务 管理工作进行详细分解 没问题 是吧 第一步就是任务分解 然后是分配任务 正确选项是A B C E 第三题 施工单位编制 管理任务分工表前 应完成的工作是 分解任务 是吧 详细分解项目实施阶段的工作 正确选项是B 第四题 关于管理职能分工表的说法 错误的是 选错的 A 用表的形式反映项目管理班子内部 项目经理各部门各岗位的管理任务 没问题 是吧 管理职能分工 管理职能分工就是 每个岗位每个人员具有什么呢 管理职责备 A选项说法 没问题 这就是他的概念 B选项 可以服以管理职能分工描述书 来明确每个工作部门的管理职能 对吧 表不够详尽的时候 我们就用书 C选项 管理职能分工表 无法暴露 仅用岗位责任描述书 所掩盖的矛盾 它是可以暴露的 错误选项就应该是 C 我们前面讲了 岗位责任制 应该是最low的 是不是 最粗略的 管理职能分工表 要比岗位的认质 严谨 详细些 而管理职能分工描述书 相对于表来说 又详细些 是吧 好 正确 本题 正确选项就是 C 让选错的 D选项 自己看一下 可以了 第五题 承包商就以完工 清检验合格的工程 提出支付申请 监理复合后 业主批准 这明显就是付款的流程 付款的流程 应该属于管理工作流程 正确选项是 D 第六题 关于组织结构模式 组织分工工作流程 组织说法 正确的是 A 组织结构模式 反映指令关系 对吧 组织结构模式 职能线性和矩阵 反映的就 谁管谁 用单向界线 表达指令关系 A正确 B 工作流程 反映工作间 逻辑关系 诶 这字面就告诉你了 工作先干什么 后干什么的 逻辑关系 B也正确 C 组织分工 只工作任务分工 不全面 还有管理职能 第一选项 组织分工工作流程 都是 动态的 流程是动态的 而分工是 静态的 好 第一个错误 E选项 组织结构模式 是一种相对静态的 明显对 正确选项就是 A B E 第七题 关于项目管理职能分工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项目管理职能分工表 反映项目管理班子内部 对各项工作任务的管理职能分工 说的好像就没什么问题吧 管理职能分工表反映了 咱们的管理班子内部的 各项工作的管理职能分工 正确 是吧 没问题 B 你选项 业主方和项目各参与方编制 统一的 错在统一 各方编各方 C 管理职能分工表不适用于企业管理 我前面提到的就是 这个说法 你看这个题呢 如果要选正确的 A跟C就都对了 是吧 你要说项目管理职能分工表 实际上呢 我们教材写的就是管理职能分工表 没有项目两个字 没有项目两个字 说管理职能分工表 既适用于项目 又适用于企业 但是我们 命题了 他就加了项目两个字 这个东西就不大严谨 是吧 你最好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按照教材 按教材理解了 C是错的 管理职能分工表 既适用于项目 又适用于企业 列远家 项目管理职能分工表 和岗位单书 表达内容完全一致 不一致吧 哪个更详细呢 表更详细 是吧 好 第八题 施工单位 项目管理任务分工表 可以用于确定 哪些分工 项目管理任务分工表 肯定用于项目上的分工 是吧 项目经理 项目各 职能主管部门 正确选项应该是B跟E 各参与方 你说能管到业主方去吗 能用到企业各部门去吗 是吧 这是项目的管理任务分工表 能管到企业的财务去吗 是吧 正确选项是B跟E 第九题 管理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过程 为了说明组成这些管理的 组成管理的这些环节 可以使用什么呢 管理智能分工表 是吧 当然没有管理智能分工表 那管理智能分工表是输入 正确选项就是D 第十题 关于管理智能分工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编制管理智能分工时 施工质检员只有执行 质检员好像是检查 是吧 那A选项明显是错的 B选项 项目管理智能分工表 只需对质量控制进行编制 那我们还有管技术的 还有管生产的呀 是吧 并不是只有质量负责人呢 B选项也错的 C选项 业主方和项目各参与方 都应该编制各自的分工表 明显对 D选项 管理智能实际上就是 管理过程的多个工作环节 对吧 那五个环节 一步一步的流程 然后一选项 在一个项目施工权过程中 项目管理官司的职能分工 应该保持不变 这就是错的 是吧 应该符合动态控制的要求 进行调整 正确选项就应该是C跟D 11题 终于做到组织结构模式的题了 你看多少年没有考 小十年了 是吧 那么关于组织结构模式说法 正确的有 A 矩阵适应于大型组织系统 说法是正确的 矩阵是新型的 那么适应于大型组织系统 B 职能组织结构 每一个公园门 只有一个指令员 只有一个的是 线性 职能是有多个指令员 好 B错误 C 线性组织结构模式 可以跨部门 不可以跨部门 一级管一级 D选项 矩阵组织系统中 有纵向横向两个指令员 明显对 纵横叫矩阵 好 E选项 大型线性组织系统中 指令员路径太长 这是我们线性组织系统的 一个缺点 是吧 正确选项就是 A D E 下面12题 业主确定的工程项目 设计变更的工作流程 设计变更属于管理工作 所以它就是管理工作流程 13题 某线的工程项目规模不大 参与单位不多 为提高效率 避免出现矛盾指令 避免矛盾指令员 哪个能避免呢 就是线性 只有单一的指令 正确选项就是 A 14题 关于组织和组织工具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组织分工 一般包含工作任务分工 管理职能分工 正确吧 两方面 谁管理 谁干活 B选项 工作流程图 反映一个组织系统中 各项工作之间的指令关系 流程反映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是吧 先干什么 后干什么 反映指令关系叫组织结构模式 B错了 C 工作流程图是一种重要的技术工具 我们一直讲到这个组织论 它是组织设计文件的一部分 是吧 叫组织工具 C错误 B选项 组织结构模式和组织分工 是一种相对静态的 正确是吧 相对流程就是静态的 E选项 在线性组织结构中 每一个工作的部门是 指令员都是唯一的 正确 正确选项就是A的E 好 下面组织工具 组织工具呢 讲四种 项目结构图 组织结构图 合同结构图 工作流程图 最重要的是 组织结构图 项目结构图 是吧 所谓项目结构图 从字面上看 就是项目是由什么构成的 画个图 项目是由什么构成的 如果我们要建一个学校 这是我长举的例子 那么这个学校呢 会有教学楼 图书馆 体育馆等 每一栋楼房 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 单位 叫单位工程 而这个学校 叫整个项目 是单项工程 这个学校就是一个项目 叫单项工程 那么对于教学楼 教学楼会有地基 会有主体 这叫分布工程 当然图书馆也是地基主体 体育馆也是地基主体 是吧 而地基向下划分 实际上它有七个子分布 我们只研究其中一个子分布 叫胶混凝土工程 混凝土工程呢 会织模板 绑钢筋 胶混凝土 假如钢筋混凝土 是吧 还有这三道工序 这叫分项工程 我们画一个图 把学校所有的楼房都分解开来 这个学校所有的楼房都分解开来 表达做这个学校所有的工作任务有哪些 就叫项目结构图 它的特点是 距形框之间用直线连接 用直线连接 树状图足层分解 实际上它应该是树根状 向下越来越茂盛 是吧 树根状更好些 然后表达项目所有工作任务 好 第二个组织结构图 刚刚我们看了三个组织结构 职能线性跟矩阵 特点是用单向界线表达指定关系 距形框写的是谁啊 各工作部门 谁能管到谁 哪个部门管哪个部门 合同结构图就是谁跟谁签合同 不怎么考 谁跟谁签合同 距形框中写的是参与单位呗 说发包人承包人是吧 签合同 双向界线表达平等的合同关系 债务债权的合同关系 工作流程图 工作的流程画的图 就叫工作流程图 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 织模板绑钢筋胶混凝图 它的流程画的图 就是工作流程图 但是在工作流程图 它有个特点 织模板这道工序做好 我们要进行检查 检查模板的偏差 模板织的质量是否合格 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如果不符合要求你回去返工从支 绑毛钢筋隐蔽之前 我们也要进行检查 检查钢筋的绑扎 钢筋的数量 钢筋的强度等等 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不符合回去从绑 那对于这个检查 我们用零形框表示 书面语叫判别条件 所以呢 工作流程图 它有它的特点 会有零形框 每道工序之后 都要进行检查 好 我们看一下 工作流程图 用单向间线表达逻辑关系 具形框写的就是工作 那么下面小柱 这个第一个说过了 是吧 第二个特别注项 项目结构分解 没有统一的模式 注意没有统一 四个字 不统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栋楼房 一栋楼房 比如说教学楼 进行分解 我可以按 专业性质 也可以按工程部委 假如我们按 专业性质 可以说有 土建 安装 装修 这三个 是吧 那按工程部位呢 就是刚刚我说的 有地基 有主体 不同的人 划分的形式 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它叫 没有统一的模式 但是我们要 参考几个原则 它的原则是什么呢 第一考虑 进展的部署 项目进展的总部署 第二考虑项目的 组成 有哪些楼房 是吧 考虑总部署 考虑组成 这是两考虑 然后三个有利 有利于任务的发包 有利于任务的进行 并且有利于目标控制 我们要实现三大目标 三个有利 有利于发包 有利于进行 有利于目标 两个结合 结合你采用的合同 结合我们采用的组织结构模式 好 结合合同和组织 这叫两结合 简记为两考虑 三有利 两结合 考试呢 真的考出来 慎重一点去选 那么下面四个图呢 大家要认识 第一个叫项目结构图 因为 举行框之间是直线连接 第二个叫 合同结构图 因为是双向界线 第三个叫 组织结构图 组织结构图是单向界线 是吧 而且它是线性组织结构模式 线性 因为每一个部门只有唯一的指令员 只有一个建筑指向大 最后工作流程图 看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有零情况 叫判别表现 好 下面了 我们看一下练习题 第一题 关于项目结构分析说法正确的是 A 同一个建筑工程项目 只有一个项目结构的分解方法 错了 是吧 没有统一的分解方法 B选项 居住建筑开发项目 可根据建设的时间 可对项目结构进行足存分解 对建筑的时间 根据时间 对项目结构进行足存分解 B选项说法是正确的 这个呢 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 比如说开发一个小区 都分为172737 这就是按时间进行分解 是吧 17有几栋楼房 27有几栋楼房 B选项说法正确 C选项 群体项目最多可进行到第二层次分解 明显是错的 是吧 刚刚我们简单的分一分 都能分 单项单位分布分项呢 是吧 那么一个单体工程就不能进行项目结构分解了吗 也可以 一栋楼房也可以分呢 是吧 好 正确选项就是B 下面第二题 说某住宅小区施工前 向施工项目管理机构 对项目分析后形成的图 是项目结构图 正确选项是B 因为它是直线连接 是吧 这个住宅小区就是按时间进行分解 1237 然后27有890 三栋楼房 是吧 下面第三题 下列组织工具中 可以用来对项目结构进行逐层分解 反映项目 所有工作任务 直接考概念 画这头图叫项目结构图 是吧 第四题 表示组织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元素之间的指令关系 表示谁管谁的组织工具应该是组织结构图 组织结构模式不就反映指令关系吗 好 单向间线表达指令关系 第五题 关于工作流程组织说法 正确的是工作的流程 工作先干什么 后干什么 A 同一项目不同参与方都有工作流程组织任务 对吧 那不同参与方有自己的自己的工作流程的组织任务 明显对 B点下工作流程组织不包括物质流 要包括是吧 具体的设计采购施工工作就是物质流 C 一个工作流程图只能有一个参与方 错了是吧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 设计变更要涉及到几个参与方啊 涉及到设计医院 涉及到施工 涉及到业主 涉及到监理 是吧 那第一点下 一项管理工作 只能有一个工作流程图 看着好像挺对 但是就还是设计变更 不同的单位提出来 就是不同的流程 刚刚我们说承包单位 也说施工单位提出来是什么流程 报给监理 但是设计院能不能提啊 设计院也可以提 是吧 建设单位能不能提啊 也可以提 流程就这不一样了 是吧 好 正确选项是A 我们说完第四节啊 说完第四节 建设工程项目策划 考点呢 非常清晰 就是决策阶段策划 跟实施阶段策划的一个比较 决策阶段策划 决策阶段我们研究什么呢 策划不就是先研究吗 决策阶段在立项 是吧 我们就研究这个项目 有哪些活做 做出来有没有意义 能不能赚钱 是不是 这是决策阶段要研究的 要报批项目建筑 报批可言 决策阶段就是定义项目开发的 或建设的任务 就是有哪些活和意义 能不能赚钱 有没有正绩 要不要把这个项目批下来 好 这是决策阶段要研究的 而实施阶段明显已经立项成功 已经决定要做了 下面实施阶段策划 就是研究如何组织开发和建设 如何把项目建起来 是吧 反正都批下来了 那对于另外一个好点 就是决策阶段策划内容 跟实施阶段策划内容有哪些 大家注意决策阶段策划 它包括的内容 大多尾巴四个字都是总体方案 考试呢 就注意这一点就算了 尾巴四个字是总体方案的 就是决策阶段策划的内容 而实施阶段呢 就基本上不带 不是基本上不带 肯定不带 是吧 肯定不带总体方案 那么再看些 小的可以考的几句话 建设工程项目 策划的目的是什么 策划的目的是为了 决策跟实施增值 是吧 我们事前研究 要不要干 是吧 如何去干 都是为了干好 是吧 就是为了增值 那么第二个 就是刚刚讲的 决策阶段策划的内容 大多都在总体方案 决策期呢 它不会考太简单 是吧 好 第三个 第三个是你必须要知道的 实施阶段策划 它的内容有一条叫 项目分析 目标分析和再论证 我们决策阶段 确定了项目目标 决策阶段 确定了项目的三大目标 但是我们在实施之前 要论证决策阶段确定的是否合理 叫项目目标分析和再论证 通过这个再字 你就发现它应该属于实施阶段 是吧 那项目目标分析再论证的内容包括哪些呢 首先要想到项目的目标有哪几个呀 投资目标 进度目标和质量目标 那怎么去分析论证呢 投资目标分析 编制总投资规划 这是论证投资目标 进度目标分析 编制进度规划 这是论证进度目标 质量目标分析 编制 没有质量计划了 那就是功能分析 面积分配 确定质量目标 这里呢 有点侧重房间这个专业 只想盖房子了 是吧 其他的水利矿业公路 他也没有讲 那你就简记 功能分析面积分配 确定的是质量目标 反正目标分析和再论证 就是把三大目标分析 是吧 编制总投资规划 总进度规划 确定质量目标 下面我们看一下练习题 第一题 下列项目工程 下列工程项目策划工作中属于决策阶段经济策划 这个题呢 出的还有一点点难度 真的挺坏的一个题 但是呢 我们通过排除法也做得来 A选项项目总投资规划 B选项总投资目标分解 这应该是目标分析和再论证的内容 也说实时阶段 策划的内容 是吧 那么技术方案分析和论证 这明显讲的不是经济策划呀 用排除法也只能选C 但是C选项呢 设计的又很恶心 因为他说建设成本分析 你改成投资分析多好啊 是吧 站在业主的角度上 决策阶段 改个搞个成本分析 让人毛虎悚然 选的呢 也是有点嘚嘚嘚嘚 是吧 好 但是排除法呢 的确选的来 第二题 下列工程项目策划工作中 属于实时阶段策划的 那么看ABC尾巴都在东西方案 它一定是决策阶段 只有D选项是实时阶段的策划 正确选项就是D 第三题 下列策划工作内容中 属于决策阶段合同策划 决策阶段找尾巴是总体方案的 是吧 看到C 实时期合同结构总体方案 总体方案没问题 合同结构对应合同策划 也没问题 正确选项就是C 大多的题目都能搞定 19年那样的题呢 非常少见啊 就是刚刚我们做的第一题 非常少见 除了那么恶心 第四题 下列策划内容中 属于实时阶段策划的 实时阶段排除总体方案 是吧 但是你看A跟B排掉了 还剩C跟D 那第一选项呢 最起码应该非常熟悉 目标分析和再论证 甚至它包括的内容 都需要大家掌握 投资目标分析 编制 总投资规划 进度标分解 编 总进度规划 然后功能分解 面积分配 确定质量目标 它的内容都是需要大家掌握的 何况标题呢 正确选项应该是4D 好 第五题 属于目标分析和再论证能力 今天这个题也很重要 投资目标的分解 编总投资规划 进度目标的分解 编总进度规划 项目功能分解 面积分配 确定质量目标 你看C选项 跟三大目标 目标分析有什么关系呢 没关系 是吧 正确选项就是ABD 好 第六题 关于项目实施阶段策划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策划是一个封闭性 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过程 它实际上是开放性 大家呢 集思广益 是吧 B选项 项目标分析和论证 是其基本内容之一 目标分析和再论证 是实施阶段策划的 内容之一 对吧 你看考呢 基本上也就这么几个点 那么 C跟D都是错的 C说实施阶段策划的 主要任务是什么 实施阶段策划 主要任务是 如何开发和建设 是吧 研究如何开发和建设 第二点叫 实施阶段策划的范围和深度 有明确的统一的规定 没有 这个是没有 那么第七题就是 实施阶段策划的主要任务 主要任务就是 如何组织开发和建设 你像第六题 你像第六题 第七题 虽然不是一个题 但是你做过 11年的 这个11年的第六题 会做了 12年的第六题 最起码C选项 你知道是错的 是吧 做真题呢 你要达到这个种效果 中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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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